如果说是只有上皮层受伤的话 那我们看看它的原因是什么 是感染还是外伤 那我们又把原因给它去除掉 那如果说是只有表皮受伤的话 它自我会修复 我们只要控制它的感染 然后润滑它 让它自我修复 那它上皮层长好的时候 可以完全恢复的 当然如果伤到中层的时候 因为它的修复作用是 一些角膜的细胞的增生 然后会产生纤维化 那如果说是挡在中间 我刚刚提到过 长在中间的话 它就会造成的视力受伤 那它的恢复就会比较困难 那如果上皮层损伤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隐形眼镜 治疗性隐形眼镜把它覆盖 在控制的感染状况之下 让它自己长好 长好就好了 那如果说是长不好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有其他的工具 譬如说人工泪水 人工泪水 那主要是人工泪水润滑 让它可以长 隐形眼镜戴上去之后 再加上人工泪水 那如果双口还是长不好 那我们可能需要 有时候会用血清 血清来治疗 那再长不好的话 我们可能会用一些 阳膜移植来覆盖 然后促进它的上皮的生长 那会请病人多吃一些 维他命C 营养让它能够 让角膜可以长快一点 维他命C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